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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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主要是以服饰类的为主 然后还有一些彩妆的一些单品 大家真的是带了超级超级多东西 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箱 给人看一下 来吧我的大力士 给大家看一下 你行不行啊 就是整整的一大箱啊 它其实是那种 就是出国的尺寸 整整的一大箱 你看都爆出来了 好了好了 谢谢你大力士 谢谢你的友情演出 然后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最后我就拿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第一件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 刚刚你们已经看到 就是它已经就是满到爆出来的那件 是一件算是皮草吧算是 然后是这么一个灰色的 但它不是真的那种动物的皮草 它是一个环保的皮草 然后它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牌子 算是一个国草吧 是这个SMFK的这个牌子 然后它这件真的超级超级大 然后它的毛超级超级软 而且它的毛真的支的很密吧算是 然后很舒服很舒服 就是你穿起来的话就是密不透风那种感觉 这件我觉得它什么都好 但是它唯一的不好就是它有点太重了 而且有点偏大 就是它重的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它真的是实在有点太大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毛茸茸的感觉嘛 所以穿起来就是会比较蓬 而且它的毛真的支的很密很密的那种 所以它就是显得会更加的蓬 然后它又是有点偏oversize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是比较瘦小 或比较矮个子的女生的话 可能穿起来会非常大 但是从保暖程度跟款式来说 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真的 它真的非常可爱 然后非常的暖吧 这个可以去北极了吧 它的毛真的好舒服好舒服啊 这个爱吃鸡磨人 就是这么这么大 超级超级大 然后这个衣服在广州穿不出去 因为广州真的太热了 然后可能是像在多多这边 然后可能下雪啊这样子 但是其实它真的很好看 但是真的是会偏 感觉会有点臃肿的感觉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它 很好看 这间我是在S&D的买手店上买的 他们线下的店面是主要是在重庆那边 他们家主要涉及的 都是像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吧 至于是近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些 国潮的一些品牌 我觉得都还挺好逛的吧 对 然后下一个也是在S&D的那个买手店上买的 是这个 这个牌子 我不是太确定它是怎么念的 开销 不会知道 反正就是这个牌子的 他们家的都是偏小仙女风的 这次我买的是他们家的一个鞋子 这个鞋子应该也算是他们家的一个 比较热门的一个单品吧算是 然后我是在 我是在S&D这个面店买的 在他们店买的时候他们还送了两个这种袜子 是那种像是柴袜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牌子的话 应该会猜到我买的是那一个款式 登登 对是这种像是欧毛款式的 芭蕾鞋吧有点像是 对然后它名字好像叫小野人 我真的觉得超级超级好看 就它的毛毛也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冬天穿的话真的是会非常好看 而且它里外都是毛这样子 超级美的 它还有一个灰色的 我觉得那个灰色很好看 那时候我自己可能个人更偏爱这种白色的感觉吧 但是它穿起来的话会有一点点小臃肿的感觉吧 它的底部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个中间也是这种毛毛的 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看哦真的是 可以配很多很好看的裙子冬天的话 真的好喜欢哦 它们的袋子很好看 是这种紫色的 可能是手工制造的 下一个是我最常买的一家店吧 然后我自己买的是一个 也是这种皮草的感觉吧 然后是这种白色的 然后这款算是偏比较薄的款式吧 因为它的毛不是做的特别蓬的那种感觉 是做的比较单薄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是在南方的话 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的 这件做的有点像是这种 它的毛是那种卷毛的感觉吧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还挺好看 但是这种就是比较薄的 可能比较适合开春或者是秋天这样子 会更合适吧我觉得 我觉得还不错 它这件的扣子我觉得也很好看 这是一种金扣的 对然后下一件 下一件是他们家的一个外套 是这种像是今天很流行的 这个羊羔毛外套 是一件黑色的 然后也是配这种金扣 我觉得他们家的扣子 都做的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都还挺美的 他们家的扣子做的都 挺精致的感觉吧 它是这种立领的高领的感觉 就是还挺挡风的吧 我觉得它的毛真的也是好柔软 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就抱起来就特别特别舒服 但是它这件呢就是刚开始穿的 一两次呢会有一点点小掉帽 所以第二次穿的时候呢 可能要配那种深色衣服穿的话 会好一点 像是如果配这种白色衣服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沾它这个黑色的帽 就是这样子的 很舒服的感觉 这是非常日常百搭的一件 我觉得还 他们家真的做的外套的质量 我觉得都还不错 而且设计方面我觉得也都是 非常的喜欢 这件我还挺推荐的 下一件也是在他家买的 我买的是一个这个高领毛衣打底吧 我买了两个 两个颜色我都买了 因为真的太好太好穿了 而且两个颜色都是非常百搭的那种 所以他们家这个真的是有做到有一定的分量 真的是一点都不会透 而且非常的保暖 其次就是他们的料子做的真的是 用的是非常好的 是用的是 好像是用马海毛加的是羊毛 非常非常的软 然后一点都不会渣 真的是非常好穿 这件我是那时候我去上海吧 然后我不知道上海有这么冷 但是我还是带了一件是备用的那种感觉 它真的是救了我一命 它是我唯一带了一件比较高领的那种感觉吧 我就穿一件这件 然后加一个这种 像是牛仔外套之类的吧 然后就 比较保暖吧 我觉得还非常非常的轻浮 非常柔软 那我之前有买过这种基础打底类的吧 但是都没有这件好 要不就是非常透 要不就是非常的紧身 然后就很不舒服的感觉吧 这件事我真的是觉得 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找到真爱的感觉 下一件 下一件是一件Hoodie 这件是我之前在 双十二的这个 幸运清单那支影片有说到过的 就是我要入手的单品 对 就是这件是一件 韩国的一个牌子吧 是这个 Romantic Crown的这个牌子 是一个 藏蓝色的一个Hoodie 也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还挺 挺厚实的吧 然后它这些袖子 然后背后这些刺绣的位置 我觉得都做的还挺好看的 然后当时我双十二买的话 折扣也是很便宜的 这种就是出门必备的常规款了吧 非常日常 非常休闲的一种款式 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欢 这件我回国的话就是 感觉就是一直在穿这件的感觉 因为真的是太方便太好穿 就一套就可以出门了 在广州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冷嘛 对基本套一件这个就完全够了 我的邋遢日常 而下件也是我双十二的心愿清单里的 其中一件是这件 是一件卫衣 是这个牌子 跟迪士尼合作的一个系列吧 对 然后是这种 蓝紫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中间是这个兔子 我觉得很可爱 这种也是出门一套就是可以走的那种 非常的休闲百搭 这件也是我回国穿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件 我都穿脏了 这个印花这里都有点脏脏的感觉了 而且这件的质量也是还挺不错的 好像是一个韩国的一个牌子吧 我记得是 那下一件也是我双十二新愿清单里的其中一件 但这件的话不算是特别满意的一件吧 是这件彩色条纹的一个毛衣吧 然后到手的话它整体的颜色我觉得偏暗一点点吧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还可以 但是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喜欢 但是它的料子 跟它这个衣服的柔软度 我觉得都还不错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的话 好像又觉得还不错了 现在这么一看 但是我记得我在国内看的话不怎么样 我还没想要带它回来 但是我这样看好像还不错 改天再试试看好了 这件 下一件 下一件 下一件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身上穿的这件 对 但是这件其实已经是下架了 但其实它这件的版型呢 是打版了那个Brandy Melville的那个牌子的 就如果你们喜欢 我在下面附那个Brandy Melville的那个链接给你们 它这件呢就是那种 就是这两年非常火的那种短款的上衣吧 但是不是那种紧身的 是比较宽松身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件除了版型之外呢 其他都是不一样的 像它的扣子是专门做成这种水钻的 像Brandy Melville的那个就是普通的就是扣子这样子 然后它的料子用的也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料子用的是比较偏 适合更适合秋冬穿的版 是偏那种纱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喜欢 这件我也是买了之后也是穿的频率还挺多的 这件穿法也有很多 你可以全扣了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不用扣完这样子 也可以当一个就是那种小开山穿配备型的话也是ok的 还挺百搭的吧 这种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下来这也是他们家的也是已经下架的了 已经是了 但是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非常非常的喜欢 必须要告诉你们 虽然你们买不到 是这种拖地裤 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拖地裤吧 算是这种长的 因为我一开始觉得这种拖地裤的话 会非常的显腿短吧 然后会非常显得我非常臃肿的感觉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尝试知道 我真的试这条 太爱了 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条拖地裤 我唯一喜欢的 很喜欢很喜欢的第一条拖地裤吧 首先它的料子真的是好软啊 真的像是毛巾一样知道吗 如果你不穿出门也没关系 你可以当睡裤穿我觉得也ok 其次就是它的大腿围这里 不是那种很宽松的 是有一点点收紧的 但是它又不是紧身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整体的感觉是那种很有垂坠感 反正它的版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它拖地的长度也是刚好的 像我是1米8的个子 它的拖地的长度也是 完完全全是我正好想要的那个长度 这条裤子就经常就是配着这件衣服 这种短的浅色系的这种上衣 就非常非常配 真的非常好穿的 这个裤子真的是 但是它已经下架了 真的无法分享到给你们 真的是太可惜了 真的是好好穿了 真的是 超级喜欢 还有下一件也是他们家的 两个这种小的针织吊带吧 两个颜色我都买了 黑色跟这个米白色的 我买两个颜色 它还有四个颜色 对我挑这两个颜色的 这种针织吊带我觉得也是很日常白搭款 就是这件的话配这个就很好看 就是你搭在外面也好看 或者你搭在里面也好看 或者你里头搭那种衬衫 我觉得也很好看 就是你单穿也行 或者外穿也OK那种感觉 黑色也是 反正就我两个颜色都买了 就非常好搭那种感觉 那春天跟秋天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能穿的这两件 好像是Blackpink的他们打歌舞台里面 Rose有穿过这种类似的搭配吧 就是也是里面是衬衫 然后外面搭着这种外搭这种真挚的小背心的感觉 对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如果要上面穿一条鸽子裙的话我觉得就非常好看 或者你穿那种拖地裤 我觉得也非常的完美 然后下一件也是他们家的一个西装外套 对我这件也是好喜欢 但是这件好像也是 好像快卖完了只剩下Emma了 对我这件买的是S 这件也是好喜欢 这个版型也是正正是和我的胃口的感觉 但是有一点点收身的感觉 我真的好喜欢啊这件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它的颜色是这种巧克力的颜色 真是巧克力 它这个纹路是这种千鸟鸽的这种感觉 好好看哦 它的扣子是选着这种 它是琥珀光泽的一个扣子 觉得都好好看就很复古的感觉我觉得 因为版型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好难找哦这种 真的好喜欢哦这件 下一个下一个呢是个外套是这种 学院风类型的外套 长款的 我这件我觉得也很好看啊 整体来说的话也是挺有分量的一件 然后它的纹路呢是这种像是人字纹吗 算是 然后是这种棕色的 它这里还做了一个那种像是水手领的感觉 好酷哦 然后这里还有个星星 特别的旋远风 然后扣子是这种柳角扣 就很有那种学生的气息 这种感觉 然后它还配了一个这种领带 如果你日常穿我觉得这样子就会看 如果你想多便利的话就可以加个领带 穿起来也是非常暖和的 然后下一件也是他们家的 跟刚刚那个我觉得 版型跟那个款式我觉得有点像 是这样子的 也是一个学院风的一个 像是风衣的一个质感吧 是不同的一个感觉吧 然后它这个也是有配 领结在这里的 这种的话可能就比较适合 像是秋天或开春穿吧 因为这种料子还是它挺薄的 这种风衣的感觉 版型跟款式来说的话我觉得都还挺好看 就是那种学院风 学院海军风的感觉 对 下一个是他们家的外套 是一个长这样子的 就像是姥姥的那种棉外套的那种质地的感觉吧 菱格纹的这种绒布的 长这样子 可是它的版型是那种娃娃装的版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中间这里是有收腰的 然后这件的长度来说的话也是我觉得还挺OK的吧 对小个子来说的话 然后他们家的这件我觉得要比他们这件 他们这件上年有出过类似的一款 也是这种菱格纹的 然后也是这种材质的 然后款式也是这种感觉的 然后款式也是这种感觉的 上来那次我也买了 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太肥了 有点不太日常 但这件完全不会 这件就是比较 我觉得日常也是OK可以出来 就完全一点都不会很夸张 不会说非常显老的感觉 也是那种复古的感觉吧 因为可能是版型的原因 我觉得完全不会显老气 就是非常的暗黑风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因为它这里又是有收腰的 所以完全不会显得特别臃肿 我觉得这件也都还不错 然后它又是黑色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然后它的扣子是这种很复古的 黑色要外面香的这种 金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也还不错看 对然后衣服的部分就这么多 然后下面就是这么一袋 都是彩妆的部分 然后其实很多都是日抛吧 对我买了挺多日抛的这次 首先给你们分享的是一些手工品吧 算是一些手作品的 然后一个边夹一个是发圈跟一个耳环 我觉得超可爱 是那种毛茸茸的质地 就非常适合冬天的感觉吧 然后这个边夹是这种米白色足调的 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装饰 我觉得很好看 就比如说你就是这样子 这样的感觉 这家真的是他们是店主 然后自己手工做的 然后它的数量是非常有限 我这次买的还算 运气还挺好的吧 就等了大概只等了两个月就收到了 有些可能等了大半年就收不到那种感觉 真的是还挺挺那个 但是如果是撇出这些服务的因素的话 我觉得光是他们这个物品的话 我觉得都很物超所知 我觉得真的很可爱 它有点偏大 但是我觉得都很好看 它这个耳环是这种绿色跟金色的元素 好可爱 好喜欢啊 这个 这个还没有用 然后这是他们这个发圈 也是好好看 是用很多种不同的蕾丝做的 这种很大的发圈 我觉得好好看 我最喜欢这种蕾丝的感觉了 好可爱 好美 这种蕾丝 今年这种发圈不是很流行吗 我觉得好好看呀 就戴在手上 我觉得都也很好看 超级美的 这真的很精致很精致 很好看 但他们家真的太难买了 这次真的是 我完全是完全是 刚好碰上他们的上心 我刚好看到了 所以才买到了 他们一年可能就只营业个 几个星期真的是特别嚣张 各种东西真的非常的好看 下一个呢 是这个美宝莲的Fit Me的气垫粉底 然后当时我是双十二的时候 预售买的 然后所以他送了这么一堆东西 一个美妆袋 还有两个这个眼唇的卸妆 就是有一个我已经在用了 还有一个是这个 也是Fit Me的这个粉底 一小小一罐的 然后这个气垫粉底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期望有点过搭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他这款的 他的遮瑕力来说真的是 算是比较低的吧 总体妆感是偏清透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种不太适合那种毛孔非常大 然后我脸上瑕疵特别多的女生吧 然后我自己买的色号是112 我这个色还是挺适合我的吧 就是偏自然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这个气垫粉底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他的粉铺吧 他不是那种普通的粉铺 他整个粉铺都是那种绒面的 然后他上妆的话就会比较清透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粉铺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这种绒面的上妆的程度来说的话 会比较的清透的感觉 气垫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气垫 就是跟其他的没什么两样 然后maybe有可能下次用那种正常粉铺试试看 maybe会遮瑕力会好一点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如果只用他们的这一套的话 我觉得真的涂了跟没有涂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吧 我自己觉得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不是特别推荐这个 有点小失望吧 然后下一个也是我在双十二买的一个 橘朵的这个 算是眼线胶鼻吧 自己买的是这个 应该是02号 对02号的这个深棕色 其实我对橘朵他们这个牌子的印象 其实很一般 因为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腮红跟一个唇肉嘛 腮红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那个唇肉我真的觉得 真的特别难用 所以我就是对橘朵他们家印象 其实一般般 不算是特别好那种感觉 但是我为什么会买这个眼线胶鼻呢 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彩妆人士 然后他们试那个国货的产品里面 然后有试到这一款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试了还挺多国货的牌子 然后国货的产品之类的东西 这总体的满意度还挺低的 但他还是有用到几个挺好用的 然后挺推荐的 然后这个眼线胶鼻是其中一个 他觉得这个还不错用 然后还挺推荐的 所以我就买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好用啊 就是我觉得他的头真的是 非常非常粗耶 我真的觉得是 就有可能是我用不惯那种眼线胶鼻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不太好画 就是肯定没有水笔那么好画 但是他 你说他掉妆的话也不会太掉 持妆力也是还挺好的 但是真的是不好画的 虽然他的颜色还是挺 挺能出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在那个眼睛上面的话就特别难画 有可能是我的眼纹太多 就是我画的会特别的不顺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完全用习惯 可是他这个图真的好粗啊 就怎么画啊 我每次用这个眼线胶鼻画的话 我的眼线都会画得非常非常粗 我也不知道 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下一个呢 是这个牌子的腮红 其实我只买一个 然后那时候我是双市二买的 他那时候在买一送一 我等于说我花了一份钱我就拿了两个 然后两个都是正装的这样 一个是罪易成光 一个是多肉葡萄吧 正好我的脸上的腮红其实也掉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试一下它的效果 这个是送的多肉葡萄的颜色 是一个紫调的一个 它的包装来说的话手感还是可以吧 不会说有特别的塑料感 它们是一款渐变腮红 主要两个的话我今天都会试一下在脸上 首先是这个最乘光的 哦它粉压的还挺实的 就是我现在这样沾的话 它也完全不会有掉粉的情况 哦 这颜色度我觉得还不错 我打的正硬 你们看清楚一点 这是一个橘粉调 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现在我上一下这个紫色的 哇它粉压的还真的不错 紫色的这边也很好看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更喜欢这个 醉意成光的颜色吧 它总体来说的话 它们家的粉质跟颜色 我觉得都还不错 我觉得它还挺推荐的 而且我当时真的买的还挺划算的 就是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然后下一个呢 是这个Glow Coat的这个牌子的三个唇蜜 这个我已经拿出来用了 所以然后这款就是我之前书过 我很想试的 这次买了三个颜色 因为它我看了图片的颜色都太好看了 所以我就是每个颜色都想试 而且我那时候是双12买的 那价钱就更加油滚 一个是娇人 一个是虫虫 这个应该是满满 那这款与其说是唇蜜 我觉得更像是唇油吧 那它质地就是那种油的质地 所以它整体的显色度不算是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的显色度 还算是这三个里面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款唇蜜可能会更加适合叠图吧 所以现在呢我就叠在我已有的口红上面看一下给你们 然后拖出来的话就是这种感觉 这款就是你能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它是那种油油的质地 那它不是那种粘粘的 它是很清爽的油的质地 然后这款是 我觉得是 我买这三款里面显色度算是还挺错的 所以我就是一个在用这个 但是其他的那两个 那个家人我还没有试 但是我觉得它的显色度应该也没有这个高吧 然后刚刚试这个 满满的颜色 是一个偏红掉的颜色吧 然后这个 重重是一个偏橘掉的 它在我的唇色上面呢 不太显色 没有这个显色度那么高 而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像是 它有点掺了一点点 紫掉吧 然后里面有一些 零色的偏光那种感觉 对 但总体的体验感 跟质地 跟显色度来说的话 好像都比我预期的要差一点吧 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跟你分享一下 我这次戴的这些日抛 还有一个是年抛跟一个半年抛吧 对 因为我想每个款式都试一下 我看一下找一下我自己比较适合的款式 所以每个款式的话我都是自满意和 想说如果是你的款式好看的话 我在以后再长期入手这样 然后首先要跟你介绍的是这个牌子的 都非常非常满意 也是我这次尝试的日抛里面 比较满意的一个牌子 是它跟Blackpink合作的一个系列 我自己买了三个款式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看 直径都是14.1mm的 虽然是14.1mm的 但是我觉得戴起来还挺大的 因为我可能选择这三个款式都是有这种黑边的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直径来说还是挺大的 但它完全不会说有大的非常夸张 而我自己来说的话 这三款式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首先是这个CASTA的这个 它是一个棕色的 这款的话我算是带的还挺多的一款吧 这个一盒是有十片的 我整天要四个了 它这款不算是那种很日常的款式 但是它又因为是棕色的原因 它其实也还算是挺会上 但是因为它像我刚刚说它的 虽然是14.1mm的 但是它的是以黑边的 所以它的存在感来说的话还挺强的吧 对但是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这个的 这款式的话我会一直回购 而下一个这个款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它是一个绿色调的吧 它带上有点像墨绿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不想像那种棕色那种平常的话 但是你又不想要太夸张那种很混血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这个绿色的话是一个很好选择 而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颜色的话就会偏比较夸张一点 它是像是那种蓝灰色调的 然后戴上去的话会比刚刚那两款的存在感会更强一点 但是我觉得是好看的 但像是平时日常普通出门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这三款 但是如果像有拍照有拍摄的话 我就这三款的话是我的最爱 下一个是这个Magic Beauty的这款 这款我好像是记得我是为了凑五单买的吧 但是结果我发现还不错 然后我自己挑的是这个B加索绿 然后它的直径是14.2mm的 但是它完全戴起来不会说有特别突兀的感觉 就不会特别大 因为它的边不是走黑边的 是走这种它本身的绿色边 然后这款戴起来也不会说有特别绿的感觉 特别突兀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款日常的话也是可以戴 就日常也可以 然后拍照我觉得也是很OK的一款 下一款就是不太OK的一款 就是这个弥生的这个美少女战士系列的这款 我自己买的是这个爱野中的这个系列 其实也不能说它不OK啦 就是这个真的非常适合很日常很日常的时候戴 它直径虽然是14.2mm 但是它戴起来真的是几乎感觉就没有戴一样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一款 如果你是需要那种日常款 然后我不想被别人看穿 你有戴特别夸张那种感觉的话 我这款的话就是会比较好 但是像是如果像我这种 本身没有什么没有近视的 然后只是想买来就是像是拍摄啊 然后拍照的时候戴一戴这种 让有一种不同的感觉的话 这款的话就可能不太适合了 然后下一款 下一款是这个Lalish的这款 就是我现在戴的这款 是高贵亮丽的这个色 然后这是14.2mm的 它又是走那种黑边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戴起来的话存在感觉是 非常非常强的一款我自己觉得 然后它也是以棕色为基调的一个 这款的话我也会一直回购 然后下一个呢是阿木桐的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婉转轻绿 一个是英语恋中 本来是这两个色好 然后这两款的直径都是14的 先说这个英语恋中好了 这个英语恋中可能是因为也是 它是没有走那种黑边的 所以戴上去的话也是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吧 就看不太出来 就非常日常的一款 因为你想要一个日常款的话 这款也是非常日常的 上一支视频就是迪士尼的那支Vlog里面 就是戴这一款 完全看不出来我戴的可以通一样好想 就是这款的话就是有点过于日常 我觉得 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很夸张的感觉 所以这款的话就是 嗯 成绩吧 下一个呢是这个婉转轻绿的 这个婉转轻绿我忘了是我什么时候有戴过这款的 还是我根本就没有戴过这款看 我戴过一次 可是我好像我忘了这款的使用感受 好像还是不错的我记得 或者我下次再试一下后再告诉你们 再放照片在旁边后 你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但总体来看它这款的颜色跟这个花纹来说的话 好像都还不错的 然后还买了一个半年炮的 是这个香蜜色 也是一个偏棕色调的吧 是14mm的 因为像我可能日炮可能很快就用完了 我还是要戴那种半年炮跟年炮这样子 会比较保险一点 然后这款的话也是在活动的时候买的吧 所以也是很便宜的 是这个Sweet Color的这个牌子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买的一个年炮 我已经在用了就是这个 然后它也是一个棕色的 这款也是带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一款吧 很普通的一款 那这款年炮带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吧 我觉得我决定下次还是要试那种比较夸张的那种 年炮或者日炮 就不要试这种常规款的棕色的 然后感觉不太明显的款式吧 OK那这就是我这次在棕头带回来的所有东西啦 感觉又说了好多废话哟 好吧 然后希望你们还喜欢这支视频 还有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请点个赞告诉我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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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